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就卢森堡自身而言 他的这样一个总体辩证法的这样一个思想 贯穿于他对这个帝国主义现象 和对社会主义问题的一个思考里面 所以在他的这个理论里面 他有两个部分构成 一个是他的这个资本积累理论 和帝国主义这个 也就是他的帝国主义理论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他对这个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的探讨 民主问题探讨 今天呢我们就讲一下这两个问题 首先我们看一看 他对资本积累理论和帝国主义现象的分析 他的这样一个成果的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体现在他的资本积累论这本书里面 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呢 他首先确定了自己的研究对象 就是说资本积累的问题啊 他说现在他所要研究的呢 是以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为主题 探讨现今帝国主义政策的实际和他的经济根源的问题 那么这个地方啊 他有一个 就是说他的这样一个 有一个研究方法和他研究对象的这样一个关系问题 就是从他的研究对象来说 他是要分析帝国主义现象 分析帝国主义现象 那么对于帝国主义的分析 他从哪一个理论的切入点来分析 哪一个理论的切入点来分析 就是他提到呢 应该以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 总资本的再生产 为什么他要说 一定要从这个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来研究帝国主义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呢 是和他对帝国主义的理解是一致的 和他对帝国主义这个问题的理解是一致的 那么什么是帝国主义 什么是帝国主义 所以他就对帝国主义啊 有一个基本的理解 他就认为了帝国主义啊 就是总体的资本主义 他说帝国主义就是总体的资本主义 所谓总体的资本主义就是全球资本主义 总体资本主义就是全球资本主义 这个不是一个同意反复啊 这是同意反复 为什么呢 这个全球资本主义啊 也就是说 它不仅仅包括这个欧洲的 就是西欧的这样一个资本主义 就是具有典型资本主义形态的这样一种资本主义 同时呢还包括这个 不具有典型资本主义形态的 这种全资本主义形态的这样一个社会形态在里面 也就是它的这个非资本主义形态 所以呢 这样呢就是因为这个在总体资本主义 或者说全球资本主义 那么既然它是全球资本主义 包括了这个 包括了这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形态 和非资本主义形态在内 那么就要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这样说明一个问题 那也就是说第一个定义 当它理解总体资本主义的时候 它就把这个帝国主义啊 理解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建构的一个阶段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建构的一个阶段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 它对这样它就出现了对帝国主义的这样一个 一个基本的理解 那么这个理解我们其实可以看一看 它的一个 两个这样一个含义啊 所谓总体资本主义 或者说是全球资本主义 如果要是这个总体资本主义 给人的这个很模糊的话 那么这个全球资本主义呢 它给人的概念就要清洗一些 就要清洗 这个清洗度在什么呢 那就说既然是全球的 它就不限于欧洲 就是不限于地域性的 它就一定是包含的这个欧洲以外的 所有的这样一个地域 它是全球性的 那么这个就是构成了它第一个含义 就是说所谓总体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啊 它作为全球资本主义呢 它是一个什么 有一个资本 就叫做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这是第一个含义是吧 它是一定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那么既然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既然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那么就要说明什么全球资本主义 它除了就是它又 它是资本主义典型的资本主义体系 和非资本主义体系 两个部分构成的 那你就要说明什么 资本主义体系和非资本主义体系 之间的一个关系 是吧 为什么说非资本主义体系 也重属于资本主义体系 而且它是整个总体资本主义的一个部分 是吧 那么你就要说明这个资本主义体系 和非资本主义体系的 它的内在的联系 就是它内在啊 由一种什么内在的联系 把它贯通起来 而且这种联系不是一个外在的 而是一种本质的联系 一种本质联系 就是他们是之间的 这个相互一层的关系 那么要说明资本主义 和非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 一个内在体系 那就要从哪一个出发呢 那就它认为啊 它的联系环节就要从资本积累 就要从资本积累来讲 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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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研究帝国主义问题 研究帝国主义问题 就是要研究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问题 再生产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研究的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的研究啊 这个研究就导致了 它在从这个政治经济 和这个一系列的问题上 对马克思的这个资本主义理论的 一个修正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说了 这个马克思分析这个整个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发展 它的基本的逻辑线索在什么地方 这个马克思在这个资本认的这个前沿里面啊 序认里面啊 他已经讲了 就是我的研究呢 是以什么 英国为典型形态 是以英国为典型形态 也就是说 它是在一个资本主义内部体系 对一个成熟资本主义形态的一个研究 所以它所有的理论 都是建立在 对一个成熟资本主义形态的研究上的 而且它认证 这个例证为什么是合理的 这个例证为什么是合理的 它说因为呢 它说这个 从这个资本主义的发展看 就是说 非资本主义国家 是重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 就是工业发达的国家 是工业不发达国家的未来前景 这样马上就形成了一个重向的考察 既然你工业不发达的国家 这个工业发达国家 是工业不发达国家的未来前景 那就说 你工业不发达的国家 迟早都要走上工业化的道路 非资本主义国家 迟早都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那么以这个资本主义的典型形态 也就是说 最先进的这个资本主义国家 为这个研究案例是合理的 是合理的 所以马克思描述了 不管他是对这个资本积累的问题说也好 那么他的这样一个中心点 就离足于这商品内部的 一个当个商品的这样一个分析 对一个资本主义典型形态的一个解剖 而这个罗沙卢森堡提出来 他说这个帝国主义 当他把视野从一个 当他把这个研究的对象 从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形态 扩展到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形态的一个总体的时候 总体的时候 也就是他的对象扩大了 他不是以一个当个的典型 典型的资本主义形态为这个研究对象 而是以什么 以总体资本主义为研究对象 也就是说他研究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那他就要把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和非资本主义国家 这样一个这个关系要揭示出来的时候 他的分析的这样一个基础 就不是仅仅基于劳动本身的研究 剩余价值生产的研究 所以我们说马克思的这个一个资本论 他主要的核心是什么 剩余价值理论 剩余价值理论 而对于卢森堡来说 他所要研究的刚好是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问题 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问题 也就是提出的资本积累问题 他说马克思在这个研究资本论的时候 已经触及到这个问题 但是讲到问题的实质 刚刚要开始的时候 马克思就终止了 就是马克思的这样一个资本研究就终止了 所以马克思根本就是说还不能他的这样一个理论 还不能说明这样一个总体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帝国主义的现象 所以他的可以说如果说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上 那么他是在资本的扩大再生产上 所以资本扩大再生产 那么就有一个市场的问题 所以对于马克思来说 研究的是一个动力问题 一个资本的内部市场问题 而在卢森堡来说呢 他是研究了什么 研究了扩大资本积累的问题 而同时呢 他这个问题又和资本的市场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就形成了这个马克思研究啊 整个这个研究的这样一个 在资本主义研究的这样一个转向 研究一个转向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啊 那么他研究这样一个转向 到底是不是科学的 是不是科学的 他是怎么认证的 所以我们首先看一下 他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 他对帝国主义的一个基本的理解 在这个资本集累认当中呢 罗沙鲁森堡对帝国主义啊 有一个定义 他有一个定义 他说帝国主义 我们看一看这个上面啊 他说帝国主义是一个政治名词 是一个政治名词 用来表达赏位被侵占的资本主义环境的竞争中 所进行的资本积累的 以地理而言 这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 仍然占地球最广大的部分 可是作为资本扩张的领域 在于资本的生产力 所已经达到的高度发展水平相形之下 这些地区还是微不足道的 请看老国家所积累的巨额资本 这些资本正为它的剩余生产物 找寻出路 并力图把它们的剩余价值 转化为资本 并请看前资本主义的文化 如何迅速地被转变为资本主义 就可以得出上述的印象 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度发展 以及他们在争夺非资本主义地区中 日益剧烈的竞争 帝国主义在其对非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中 以及在相互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间 所发生的日益严重的冲突中 变得越来越无天 越来越盲横粗暴了 但是帝国主义越是粗暴的 越是残忍的 越是彻底地摧毁非资本主义文化 它也就越迅速地挖掉资本积累 自己的立足之地 帝国主义虽是延长帝国主义寿命的历史方法 它也是带领资本主义走向迅速结束的一个可靠手段 这不是说帝国主义实际上必然达到这个顶点 直视帝国主义的倾向 本身即以表现各种形态 这些形态将使资本主义最后一个阶段 成为一个灾难的时期 那么它对帝国主义的这样一个定义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分析一下它的几层意思 它就说 首先呢 它说这个表达的第一个 我们看到它的第一层意思 它是用来表达争夺赏位被侵占的资本主义环境的竞争中 所进行的资本积累 这一句话什么 就是说帝国主义啊 它在讲这个全球资本主义的时候 它的一个本质的问题 就是说帝国主义之所以可能 之所以可能它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是进行全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积累 也就是它的资本积累啊 不再停留在它某一国的内部 而是把它扩展到整个全球范围内 正是在进行这样一个积累的过程当中 积累的过程当中 所以呢 它起了两个作用 起了两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呢 就是说这个帝国主义发展了 起了两个作用 那就说 就是按它定义的 它是延长了资本主义的寿命 它是延长了资本主义寿命的历史方法 为什么呢 资本积累 为什么会从一个资本主义体系里面 就是向外延长 就是向外扩张 这个按照这个罗沙罗森堡的这样一个说法 就是它认为资本积累意味着什么呢 它就说 这个资本主义的本质 它说是需要积累 如果资本主义它要是不积累的话 就是说它的这个产品消不出去 它的这个资本不能无限的扩张的话 那就说不能这个不断的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话 资本主义就完结了 因为按照这个 马斯的这样一个定义 什么叫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它是以资本为目的的 就是以这个赚钱无限的扩大再生产 扩大资本为这个本质的 如果这个资本主义 它的资本不扩大 就是不管是个体资本家 还是这个总体资本家 它的这个不能扩大再生产 不能无限的扩大的话 那么它的生产就终结了 资本主义的经济就完结了 也就是资本主义的这个经济的一个本质 就是无限的扩大这个总资本 扩大这样一个再生产 那么在一个资本主义典型的 这样一个国家内 它的资本的积累总是有限的 就是你资本的无限的扩大 它不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 它在一个系统里面 它不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 所以它必然要冲破这个体系 那么帝国主义可以说 你这样一个西方的这样一个资本 在这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 可以说它达到它的限度以后 它就向外扩张 向外扩张 那么在这个扩张的过程中 它在一个体系里面扩张 它是资本主义的 那么它在向外体系扩张的时候 把全球变成资本的时候 它是不是也是一个资本主义的 是吧 也是资本主义的 那么这样呢 就是由于这样一个扩张 所以使资本主义呢 就是说从这个一个体系内走出了它自身的这样一个自企 土生土长的这样一个西欧土壤 然后转向了一个非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具有 就是不具有资本主义土壤的这样一个 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这样一个广大地区的这样一个国家 那么在这样一个转化过程当中啊 因为它既然是资本积累 它就认为了资本积累就一定是什么 像这个非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因素的这样一个扩展 那么在这样一个扩展上面呢 那么如果要是看的话 整个世界上 虽然西欧的资本主义很发展啊 但是它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大片的土地啊 都在整个全球范围内 还有很大的这个非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大片的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 那么这样一个存在呢 就给它资本主义发展啊 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这样一个地理空间 广阔的这样一个地理空间 那么在这样一个地理空间上 是不是资本主义就把自己的原来的 内在的这样一个矛盾呢 就把它释放出来了 释放出来 就是它在一定的这样一个 和非资本主义国家的这样一个 博夺当中呢 它就什么 延长了自己的寿命 所以它说这个帝国主义啊 实际上呢 是延长自己寿命的这样一个方法 延长寿命的这个方法 那么随着这样一个延长 它说 那么也就说 既然它是延长寿命的方法 那么它也就什么 成了一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 这样一个建构 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呢 它本身作为一个体系 它也是有限度的 有限度的 当它发展到极限的时候 发展到极限的时候 它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就是说要变成另外一种新的经济形式 也就是说你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完结了以后 必然为这个新的 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所取代 所以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呢 它说它有两面性 一个方面呢 它通过这个 把自身的这个资本主义 欧洲的西欧的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体系啊 把它扩展到全球 成为全球资本主义 延长了它的这样一个寿命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它有带领资本主义啊 实现了它的 就是说达到它的这样一个终结 就是说使资本主义呢 从这个一个 从一个典型的国家 然后积累到全球 建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所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呢 它也是最后也是一个 要达到这样一个终结的 这样一个过程 而所有的这样一个限度 不管是它从它延长寿命的 这样一个限度 还是说作为它最后这个 灭亡的这样一个限度 就是资本的积累是如何可能的 就是资本的积累啊 它还有没有可能性 还有没有可能性 所以这个关键的问题啊 说明帝国主义和这个资本主义 和非资本主义的关系 说明帝国主义的这样一个现象 以及它的这样一个 它的这样一个本质 以及它的这样一个灭亡的必然性 那么都要通过资本积累来考察 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说 而这个资本积累呢 它认为啊 就是说不是对某一个 某次内部的 就是马克思所设想的 资本家和功能的这样一个关系 刚好是什么 除了资本家和功能以外的 以外的一个第三者 就是市场和非功能 就是说广大的一个消费阶层啊 所提供的这样一个市场的 这样一个关系构成的 这样一个关系构成的 那么由于这样一个呢 所以这就形成了 它对帝国主义的这样一个定义 所以这样一个定义就表明了 它是以这个资本积累 作为整个帝国主义研究的历史前提的 所谓帝国主义研究的这样一个历史前提 就是说在当时第二国际 其实对帝国主义的研究啊 它是可以从多种方法和视角的 你比方说像那个考词基 他就从这个生产体系上面来考察的 他就认为了 他说这个资本帝国主义啊 实际上在整个都是在工业生产体系 和农业生产体系的这样一个转换当中展开的 他认为这个整个这个帝国主义呢 就是不断地把这样一个非工业体系的国家 把它变成一个工业体系的国家 也就是把它从农业的这样一个体系 转到这个工业的国家 那么还有我们看到这个西法庭的 是讲的这个金融资本主义 就是帝国主义啊 它是金融资本主义 那么这个地义呢后来呢为列宁所接收了 所以列宁对帝国主义分析啊 是把帝国主义的地义为金融资本主义 而这个罗沙罗森堡呢 它是从资本积累的这样一个模式来讲的 所以我们要看一看 如果比较一下 就可以看到这个对帝国主义的 这样一个不同的研究的这样一个方法问题 方法问题